他可以在學校有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在一個Band 1的環境下 用心讀書 乖乖的 對社會不理會那麼多東西 學校不容許 但回家後他可以匿名 匿名後某程度上做甚麼都可以 會否因為他對社會很有理想 但他知道在學校的環境 是不容許做這些 就留待在網路上做 網路上很明顯可以匿名 不用負責任 以前1.0時不用負責任 現在網路2.0便開始要 稍後再說網路2.0便要負責任 他可以很容易認識一些朋友 是志同道合的 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開始經歷多些 發覺大家的理念差不多 突然有個時刻 就是 有人說 那裏有消販被欺負 出來吧 沒有理由大家志同道合的人 有一個趨雞 出來 當然出來後 發覺大家見面說的事不同 也不要緊 如果大家有細看 年初1.0時2.0時 有些很早出來的 後來發覺事情 跟他們想像出入 其實都會離開 罵看到的人是另一群 所以在網上 所謂吹雞出來的人 出來之後 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想不到 因為在網上的世界 或者在網上 叫人出來聚集 其實跟以前有什麼不同 以前是有意見領袖 現在是 某程度上是沒有意見領袖 你跟一個所謂的年輕領袖說話 他總會回答你一句 他們的出現不關我的事 我不能代表他們說話 現在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對於政府 或者對於所謂的警察的工作 其實都很難 因為以前我總之抓住 頭的黨 我和他起碼溝通一下 下一輪搞什麼 我都知道搞什麼 現在沒有事是估計不到的 因為沒有領袖 沒有領袖 其實也是網上 應該出現的行為 沒有人可以代表誰